欢迎收看《无色觉醒》 我们追求过好日子 新闻也可以这么看 我是赖月谦 我想这段时间 在国际的新闻上 最热门的 就是美国所发生的 这些强烈的 对抗种族歧视的各种运动 我们今天不是要谈运动本身 我们要谈的是 美国的欧美的媒体 怎么去看待这个运动 我们要谈的是 所谓的国际间的各人权组织 怎么去看这个运动 我们想借这样的一个角度 也就是新闻也可以这么看 来让各位知道 欧美的媒体 他们是充满了偏见的 美国的有色人种 在美国在欧美生活 坦白说有色人种 在欧美生活都非常的辛苦 世世代代 他们饱受歧视 当然大家都装得没看见 被歧视的人也装得没看见 因为他总不能告诉他的亲人 他在台湾的 或是在亚洲的 或是在大陆的 或是在日本的 在韩国的 这些亲人说 他在美国一天到晚被歧视 他的孩子的生存竞争各方面 那么充满了不公平的对待 他总不能这么说吧 因为这样说 人家会问说 那你当初为什么想方设法 要移民去美国 那不是你自己做的选择吗 所以他回来的时候要表现得很光鲜 好像美国非常的好 但是事实上 他很清楚的知道 在美国的这个社会 几代以来 世世代代几百年了 有色人种 活得很辛苦 最早白人到了美洲的时候 屠杀了大量的印第安人 就是当地的原住民 当地的原住民之后 他们拍的电影写的小说 都歧视侮辱 好像变成他们是罪犯 其实侵略者是白人 但是所有的好莱坞拍的电影 几乎都把印第安人 把原住民描写 他们是残忍 他们是残暴的 这个是一个扭曲的价值 但是这个被扭曲的价值 一直存在 到今天没有改变 黑人 非洲一的黑人 他们当时是被这些人口贩子 从非洲这样硬抓来 他们有多少人死在船上 到了美洲大陆的时候 有多少人变成奴隶 然后所谓的解放黑奴 好像变成 这个他们给他多大的福利 那是他的天生的权利 但是问题就在于 有色人种 黑人在美国的社会 一直的处境 多么的不堪 那后来的移民者 不管是当时 从中国大陆移民到美国 去帮美国修建铁路的 这些移民工 他们到今天已经都几代了 他们都过什么样的日子 在这个欧美的社会中 不管你在英国 你在欧洲大陆 你在美国 我想所有的留学生 心知肚明一件事情 就是有色人种活得很辛苦 而且都被歧视 按照人口的比率 在美国的企业 公司 行号 大学校园 政坛 这些有色人种 担任领导人的比率 是不相当的 这些人非常的杰出 但是他们的比例不相当 原因在哪里 被歧视 所以生活中到处充满了歧视 在法律的执法方面 也到处充满了歧视 由于这样的一些歧视 所以今天看到了 在一个疫情来的时候 有色人种死亡率 也就是黑人的死亡率 是白人的2.5倍 多可怕 为什么黑人死亡的人数 比白人多了2.5倍 因为没有钱去看医生 为什么 因为他们的医院 就是以盈利为目的 而不是以救治病人为目的 是盈利是赚钱 保险公司 给你保险了以后 是想方设法不退费给你 所以在美国的医疗系统里面 是过得非常的辛苦 经济活在下沉 基础建设也是在下沉 然后在植牙的竞争中 也是在下沉 也是充满了歧视 所以当爆发了 这样的一个动作的时候 你看欧美的媒体的报道 一开始先把它定位为 打假抢 打砸抢 然后定位为暴徒 定位为暴动 你把它对照跟香港来比的话 你就会发现 去年的香港的事件 跟他们是很异曲同工 但是问题就在于 怎么报道的角度完全不同 欧美的报道 小心谨慎 深怕得罪政府当局 在香港的报道 是深怕不会去 侮辱香港政府 深怕不会去 丑化香港政府 要怎么美化这些暴徒 所以美国的 这个众议院的议长 说香港的这些暴徒 是最美丽的一道风景线 因此现在很多媒体 都把这个最美丽的 一道风景线 放在这个美国 说美国的这一群 反抗种族歧视的这群人 他们是美国社会里面 最美丽的一道风景线 但是他们烧毁了警察局的警车 去攻击警察局 攻击电视台 去攻击百货公司 他们干的事情 跟当初在香港的暴徒 所干的事 几乎都一样的时候 但是你看到了 欧美的报道 尽量的 就是说他们是暴徒 说他们是暴动 说他们是打杂抢 但是对于香港的暴徒 却去美化他们 多么的讽刺 多么的虚伪 等到这一些 一直被拿来做对比了以后 这些欧美的媒体 开始感觉到压力了 开始做一些平衡报道了 开始说他们是反对 种族主义 他们是一种抗争 你看看虚伪到极点吧 所以当你看到了这一些 欧美的那些媒体 所谓的主流媒体 用这样的一种偏差的角度 白人的 他们本身就是充满了 种族歧视的 然后伪装成为一套的 这种方式来表现的时候 坦白说他们值得信赖 他们已经不值得信赖了 所以我看到法国的一些 广播国际广播公司 他们的报道 看到德国的 看到英国的 看到美国的 看到澳大利亚的 看到加拿大的 我们看到那些报道 我们都觉得那些主流媒体 其实已经是一个 荒境不堪 可笑到极点的 已经是变成一个 多套标准在报道世界的 他们已经不值得信赖了 我们再来看看人权团体 人权团体对于美国 长期以来种族的歧视 视而不见 长期以来有色人种 在美国的社会里面 他的升迁发展 受到这样的限制 那样的限制 这样的歧视 那样的歧视 视而不见 长期以来 有色人种 特别是黑人 不管还有在欧洲的穆斯林 他们的居住的环境的恶化 基础条件的恶化 然后视而不见 他们眼中盯的 都是发展中的国家 他们不看看自己的国家 已经到了什么样的 一个情况 他们视而不见 原因在哪里 因为这一些 所谓的人权团体 绝大部分都是 政府御用的工具 他们用来做什么呢 用来作为他们的政府 去侵略 侵略 别的国家的一个工具 例如说美国人打算要去侵略利比亚的时候 这些人权团体就丑化 格拉肺 美国人打算要去侵略伊拉克的时候 这些人权团体就丑化 这个伊拉克的海山 他们的任务在哪里 他们的任务就是去丑化 当美国欧洲人想介入叙利亚问题 叙利亚内战的时候 人权团体就去攻击叙利亚的这些政府的首脑 你可以很明显的看到 原来这些所谓的国际人权组织 他们基本上来讲 也就是这些政府 他们本身还有政客所捐助的钱 他们用来去作为他们的政府 要去侵略每一个国家的马前卒 先把他的东西 把这个国家的统治者 把这个国家的政党把它丑化 丑化完了以后 这些国家政府就名正言顺的去侵略这些国家 造成多少杀戮 中东国家乱了一塌糊涂 中间国家的无辜的平民百姓流离失所 多少的成千上万的难民 但是这些人权团体视而不见 从来没有看过 这些美国的军队 造成了这么多的难民 英国法国的军队 造成这么多的难民 而这些国家 人权团体 近身了 不去追究 不去批判 你就可以知道 我们眼中的国际人权团体原来也是这些欧美国家政府御用的一个工具而已 今天我的批判非常的严厉 主要的就是因为主要的目的是希望欧美的媒体恢复你的良心 国际的人权团体恢复你的良心 总是要做一些真正符合人权的事业 而不是因为你的背后的赞助者是哪一些团体哪一些集团 你就为他服务 这个是非常恶化的 而且去美化那一些人的合理行为是非常糟糕的事 我只希望他们能够反省 也能够回到良知人类最珍贵的就是人性中的良知 新闻也可以这么看 我是赖月谦 我在无色觉醒